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弥陀佛只要现前 那大部分是从头顶 那就从其他地方出 更弥陀佛的光明还是摄取不舍 你无论从哪个部位出 更弥陀佛都能够把我们精进设住 安利在连台里面 更何况还有中阴身 你就灵命忠实那口气 没有文成硬坏 没有成就往生 但是中阴身阶段也有可能往生的 那中阴身阶段 你就更谈不上哪个部位热 哪个部位凉的问题了 所以不能把头顶热作为判断 是否往生的唯一标准 现在有些中念团就很执着这个 人家还没有断气 就摸这个摸那个 甚至还用一个温度计来测量 你不是太折腾人吗 你不能搞这个 你搞这个 人家没有断气 你摸这个摸那个还要测量 让他生烦恼 让人家动念头生烦恼反而是障碍了 所以你就好好的劝导他 保持正念 坚固愿力 帮他助念就好 其他热不热 置之度外 以后再说 以后你说这个人能不能往生 你也不能说头顶热不热作为标准 那是一个辅助条件 不是决定条件 决定条件还是看他是不是有深信 切愿 称名 还是在这个基点上来加以判断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因为这次欢迎订阅 听起来